我們有時候可能會有像剛剛提到女兒牆 或者是牆壁比較高的 像我們在這邊 我給各位看一個我們教材這裡 這個地方 來 生意樓應該聽過吧 好看一下 像生意樓那個也是樓下是會挑高的 所以我們在適用3D裡面預設是250公分 也算標準 但是有些時候如果你想挑高或是比較矮的 其實你可以來這邊 你先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外面你要做一個小露台 通常是二樓這樣會有一個小露台 類似像這樣我可以來這邊 假設我這裡要凸出來 從後面這邊凸出來 那我先放一個窗戶 可以 可以 大家的窗戶 我們來看一下 滑動式的我把它丟到這邊來 這樣可以出來外面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這邊呢 我就來這邊畫 好 我把這一塊稍微弄出來 當然你不要那麼四四方方 可以有一點點斜角對不對 好 到這裡 進來 結束 多多兩下 好 那你在這邊你會發現 哇 這樣很有壓迫感有沒有 小空間又有壓迫感 所以怎麼辦呢 一樣 畫完牆壁記得回到箭頭 我們就來這邊 這些牆底我們按右鍵也可以 有沒有叫自定義牆底 點一下 發現了有沒有牆高是250公分 欸女兒搶的話大概 為了怕小朋友 我們現在是一樓還好啦 但是二樓以上 應該我記得是不得低於90下 因為這樣比較危險 所以我們這90公分 請問這樣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不一樣的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可能會有這種拘捕 那一樣的我現在是封閉的 所以我裡面這邊可能就會鋪瓷磚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要縱化的話 通常是用瓷磚之類的 所以一樣 打開這裡 你就找大理石也好 瓷磚應該也有 可以用關鍵字 瓷磚有 這裡有 外面的 確定 有沒有這樣就好了 那我示範一下 如果你多多兩下 他不想理你的話會怎麼樣 好不好 大部分的情形 假設我這邊再多做一個 大部分大家會遇到的情形 都是這樣 欸對不對順便提醒一下各位 我剛剛都一直 故意忽略他對不對 但是這四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你看我們剛剛有沒有學會好幾個人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有興趣 可以稍微看一下 看不懂就算了 就當作沒看到 哈哈哈哈 因為他有時候解釋的比較著口 但是 其實這樣是很好的小技巧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假設我在這邊 這樣 畫一下 畫一下 我故意稍微留個洞 有沒有 這樣留個洞 你看我來兜兜兩下 這個世界是沒有人要理你的 怎麼辦 來這裡 先把它放大一點 先把它放大 Ctrl按著加滾 好 這個時候呢 你就用移動工具 點一下 來 你看我如果平常是這樣 是不是拉洞強力 整個洞 但是我不要 我們就到他的什麼 節點的地方 在這裡或這個地方 你可以調整他 你看把我往上 等一下 還原應該不用我講 很多加力而已 來 有沒有發現 本來是移動 上來之後變成這個 暗數 然後懂 你們就只有調整他 好 這樣就可以確定他已經怎麼樣 OK了 這個時候你再多多量一下 有沒有 就正常了 這樣會了 這個是 各位一定要會的 一定要會的這個小技巧 另外還有一個 大人我才會講這個 小朋友我會講這個 知道有一種東西叫做踢他板 知道嗎 只知道踢他無味了 這個啦 你看我們那個 啊我們這個教室也有 在哪裡 在 這個 牆壁的角落都會有 那個一條啊 有沒有 不同顏色的啊 有注意到嗎 你看我們教室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 看下面不用看了 哈哈 有沒有 牆壁的那個下面都有一條 我們這邊只是設一樣的顏色嘛 但是事實上真的有一條出來有沒有 那個 請問 那個要做什麼用 先瞭解那個功用啊 知道要做什麼用啊 為什麼不再過幾塊 直接就下來 因為你腳在那邊會不會特別容易踢到 特別容易踢到會不會特別容易髒 所以很多大部分都是什麼 比較深色的 因為深色的 髒的比較看不出來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那個的話呢 我們這個也有喔 你看 你看 在這裡 兜兜兩下 我沒有跟你講假的 在這裡 這樣 你知道喔 你千萬不要在那裡再畫個小牆壁 好 這樣 很麻煩耶 一次就做好 你就把它勾起來 然後呢 你就看你要什麼顏色的 還是什麼紋理的 它高度厚度多少 自行決定 比如說你要 單純用顏色的 你可以找 比如說像我們這邊是咖啡色的 比較咖啡一點 好 那我就按這樣 確定 有沒有 就一條就進來了 有沒有 圍繞那個房間的 就全部都做好了 這樣清楚啦 這樣給就定了 其實這個部分是 在那個什麼 5.0之後的行方 5.0之後的行方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這樣子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學會怎麼設定這個 地板的文理對不對 好 今天如果你家的地板 你會設定的 請問房 牆壁呢 牆壁對不對 也可以啊 那你想要一面一面牆來 還是一次全部呢 看你 如果你想要一面一面來 你就單點一面 點兩下 拿你一樣的方法 就看這個 但是重點來了 我怎麼知道哪一個是左邊 哪一個是右邊 你覺得哪一個是左邊 哪一個是右邊 如果以我剛剛這個來講的話 你覺得呢 你可以偷看喔 下面有說明喔 不要靠電腦那麼近 我這樣就好了 好嗎 好看的說明看的懂嗎 那我可以問一下 請問 請問 我現在這一個 牆壁 哪一個是左邊 好 贊成這裡是左邊的請舉手 贊成這裡是右邊的請舉手 啊這樣不是答案一樣 其實重點是吧 看你畫的方向吧 來我們看一下 你如果把這個牆壁放大放大 跟你當初畫牆壁的方向有很大關係 我當初畫這個牆壁的時候 我怎麼畫的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小小的箭頭 有看到了喔 上面也有一個 代表一件事情 這個牆壁是由下往上畫 這樣清楚嗎 所以 眼睛在這裡 人站在這邊 看過去 哪一個是左邊 所以我剛剛講的答案就是對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沒有舉手的都 打錯了喔 來 那剛剛那個範例裡面 他是編導的 在這裡 有沒有是由上往下畫下來的 所以 眼睛在哪裡 眼睛是不是在上面 所以 從這個角度 往下看 你看 哪一個是左邊 你要不要想 你只能站在這裡 往下看 這邊是左邊 這邊是右邊 那邊 不明白喔 如果 你是那種大神經的 有沒有 大條 什麼大條 那種的 懶得管他的 怎麼辦 反正按一下射錯就知道 就另外一邊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我們現在左邊是這個 你可以一個一個去設定 但是呢 其實有比較快的方法 因為呢 牆 那個 不是牆壁 房間真的還蠻好用的 你看喔 如果是這個 假設當客廳 我就兜兜 在這個地板裡面 就房間兜兜兩下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一個圍繞房間的牆壁 你用這個方式就全部一起設定 這樣也要穩 所以這個是比較快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當然如果你的牆壁有改變過 你可以把這裡勾起來 因為那就要重新計算一次 重新計算一次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找牆壁的 牆壁 我們看看 牆有沒有 這裡有很多 所以像剛剛外面的那一種 這種也常見吧 但是這種比較常用那種 像浴室啊 或者是像外面那個 平院的 像棚磚的也是 有些現在有一些比較 就是類似復古的 像這種的 通常是外牆嘛 都是外牆的 文化石 他很多 最主要的好處是因為 我們這位中文化的作者 他本身就是什麼 就是室內設計的 所以 他其實像我幫你們多放的那些模型 很多是他整理的 所以我是蠻感謝他的 我有跟他FB帳面聯絡過 我有問他 你有出錯嗎 他有出一本喔 但是是2011年的時候出的 來你看到我們的訊息裡面 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本 其實大多數的觀念是都OK啦 那 圖書館本身也有電子書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去借閱一下 可以翻閱一下 只差在沒有光碟而已 那 只是他以前的版本是大概三點多 所以可能有一些畫面跟現在有一些不一樣 好你就找找看 你看 我有看過小朋友過這一種 反正還蠻多的 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你要哪一種 如果你確定好了 我就按確定確定 那我們就來看看 有沒有變 你看 裡面有沒有變了 有了對不對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要一次比較快的 就從房間所謂的地板鎖守 那如果有特殊的 我就個別的去調 這樣都可以 那我就把畫面換給你 我剛剛有朋友分享的 都是小記小孩記得嗎 該忘了忘了對不對 好 等一下就看一下影片就好了